2018年才刚开始就被李小璃深夜玩手PG1过夜事件占据了各大的娱乐头版头条 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 而事件还在发酵 也被牵连出好几个人来 最搞笑的也莫非就属李小软了 原因是李小软和李小璃的名字就差一个字 事情的开始是因为一个网友在李小软的微博下面 把他当成李小璃去骂 这让心直口快的李小软仍无可忍 直言自己叫李小软 李小软一发飙 广大网友们纷纷围观 李小软发自拍声明自己叫李小软 之后李小软不愿意再撑合这件事 然后就删除了有关这件事的所有微博 退出了这件事的热度 网友称赞其本来就无心层热度 然而就有人巴住了李小软曾经介入梅婷的感情 原来梅婷的前夫严波是李小软的前男友 在梅婷与严波离婚之后 严波被爆出来与李小软的地下恋 这是很多人怀疑是李小软导致两个人的婚姻破裂 这也仅仅是猜测始终没有实锤 接下来李小软和燕婆公开恋情 谁料燕婆却被李小软的前男友砍伤住院 据说燕婆的手也断了 李小软在媒体面前哭着说 要照顾他让他好起来 当时外界对两个人充满着祝福 希望这对患难燕阳可以修成正果 谁知道两年之后燕婆康复了 却没有提出娶李小软 李小软等了他好多年 燕婆都没有结婚的意思 两个人最终分手 不过分手后的李小软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理想低调的李小软很少有什么绯闻 最近却因为李小软和PG1的负面新闻登上热搜 李小软的一些过剧也被发出 算不上什么黑历史 谁还没有一个过去呢